姜某 李宗盛 肥美的鵝腸 鮮鵝腸和常常吃的蒜鵝腸完全不同 吃到鮮味和脆口很多 裡面有很多膏 新鮮鵝腸很多手 又要洗乾淨又要拿鹽拿 又要浸 老闆只避貨都花很多時間 這裡的粉絲壺好像做得很漂亮 首先芋頭很綿 完全做到外脆耐煎 老闆說喜歡可以選頭糖 很餵食 真的很好吃 你最喜歡吃哪一款食物? 蠔仔粥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蠔仔選得漂亮 又好香 而且包滿 留言潮州送老水豬大腸 洗得多乾淨不覺得一大股菜 或者可以選肥瘦相隔的老水奶 他們的絲頭鵝腸根重 超大 有沒有發覺HELLO PINKY一直都沒有介紹鵝肝 因為太殘忍了 老闆就說這些不是殘忍的官惠鵝肝 所以我也試試看 都甘香和味 明顯沒那麼肥 滷水拼盤必吃 我就加上鵝片 我覺得這裡滷水汁沒那麼鹹 鮮味 鵝片入味 一碟有麥 就是腩肉 鵝肝 蛋 紅腸等等 我見很多人叫韭菜豬紅 看片都見到這個蠔餅乾身和企質 用鴨蛋增加脆口 我覺得蠔餅是要那麼多油炸才有那個風 除了正宗的潮州菜之外 老闆也有玩創生 用鹹蛋黃來炒 蠔丸 鹹蛋很厚 鹹香味都記出的 而且牛很大顆 老闆說潮式羊冷煲是先炸了些羊 還有下馬蹄 現在天氣到適合吃 推介潮式慘 好像馬拉侵侵 粗右面混合口感是特別好 煙豬頭和煙豬手都很趕手 人手夾著拿煙花 吃下明顯有煙 皮吃下去煙煙韻 另外糯米大腸也是手工 徹底洗乾淨豬大腸 再釀糯米入口 嘩水混沸油很恐怖 師傅和皮鐵骨 他說這樣炸物特別鬆脆 這些細細粒蜆肉用來送粥一流 我覺得這間潮州菜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味精没那么浓,但吃得出很新鲜 所以放在口中,很有鲜味和独特的味道